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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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天不化的白雪 大風划過的草原 被我入眠的念念 是与你有关的梦念 无尽无边的深渊 渐渐浮现你容颜 不知所起的情愿 无尽一切绵延不绝 是谁一生修仙 换我一时就劝 明明生死都看淡 就为你心慌一乱 越来风越右边 我每刻等爱的终点 平无尽从山越 千万里冲破未停歇 原来星河无边 都落在你的眼里 沉着你熟的时间 才值得眷恋 白大人 这是什么呀 这是安神香 虽然不知道娘娘是何旧纪 但希望 这能对她有帮助 白大人 娘娘醒了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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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感觉好些了 幸亏我白主师在 尊重了娘娘的旧纪 以前我学过一些 幸亏今天能派上用场 本以为这旧纪早就治好了 没想到今日又来缠上我了 娘娘这旧纪有多久了 二十多年了吧 二十多年 岂不是从您小的时候 就有了 小心先下去 是 娘娘 可还要觉得哪里不舒服 没事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是与世送给陛下的贺雪 贺雪无法背叛主人 要是背叛 不仅会遭全族唾弃 更致命的 是主人为了控制贺雪 所下的秘书 岳世 是 岳世 在我背叛于世的时候 我就知道 早晚会有这一天 但是我已经不后悔了 我只是希望 当这旧纪发作时 我能走得平静一些 不要让陛下 看见我这疯癫的模样 娘娘 来路 陛 参见陛下 这是朕赏给你的 给我 谢陛下 好好收着吧 好好收着吧 陛下这 这什么 这是麒麟牙牌 每一块都是陛下亲属做的 干什么用的 拥有麒麟牙牌 可以随意出入宫境 向来只有陛下最亲近的护卫才有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拿着她可以自由入宫了 此物陛下从来不轻易赠索 天妃娘娘追随了陛下七年才得到一枚 我呢 当了与卫统领才得到的 可见陛下对你与对他人有多不同 这下晚上可以去棉石桥了 公子 你要的东西已经取回来了 这是 琼华枪 没错 这就是琼华枪 当年先祖建立第一个羽人城邦 令所有羽人心悦诚服的神器 朱城主力士 执琼华枪者可号令羽人 可惜他所镶嵌的星流石 会于当年的长羽之战中 这些年我一直想要修复他 至今还未寻到星流石 公子有何打算 我一直在想 若是琼华枪不能修复 我是否该用其他手段 联合羽人示例 此事目前不宜生长 你们下去吧 是 是 陈白鹿参见陛下 你倒是挺听话的 叫你三日来你便来了 过来吧 是 陛下 这是臣近三日研究所得 请陛下过目 这么大一堆呢 看来你最近没偷懒 你 如果陛下要是没别的事儿 臣就先回去忙了 来都来了 干嘛着急要走啊 朕棋盘都摆好了 陈下一局 陛下 陛下 臣还有其他事情要办 只能陪您下一盘 好 就下一盘 参见陛下 何事 天妃娘娘救急复发一事 臣有几句话 想问白主事 那就问呗 是 请问白主事 您是否与羽人一组 有往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您为何懂得 缓解月事的方法 那个叫月事啊 我只是在夜北 学过一点医术 并不知道 你说的月事是什么 陛下 臣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问完了 那 那你就退下吧 是 陛下 刚才那人是谁啊 那是朕的暗卫统领 封隐 暗卫 我怎么都没听说过 你才进宫多久啊 怎么可能每个人都知道 来 来吧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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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她的事情吗 好像阿蕊之前 是喜欢一个羽人吧 那你跟七海蕊关系这么好 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见见他喜欢的人呢 阿蕊确实有些自己的秘密 不想被别人知道 当年朕争讨羽人 只逃走了羽王四字羽林空 夜北临近羽人递见 你说的那人 或许就是那位羽林空吧 陛下 我突然有点不舒服 臣先告退了 别动 是 就刚才那番话 你有什么看法 臣担心 白主是为了维护羽人 并没有完全说实话 你呀 别管白鹿怎么说 天妃的月事多半是与她有关 这样吧 你让调查贺雪的人去趟宁州 从夜北和宁州的交界查起 臣这就去办 等等 帮朕 把白鹿保护好 绝不能让他受一丝一毫的伤害 他每时每刻都在干什么 朕都要知道 陛下请放心 臣当会亲力亲为的 这种事 你也用不着亲自出马 找几个兄弟去便得了 但是 务必要盯紧了 是 去吧 过来 请不吝点赞 来 我们下午 后来 请不吝点赞 个玉兽 白鲁 白鲁 谁 五十一刻用午膳 欲速昭一晚 松阳素瑶卷一个 马兰香干一点 他倒吃得挺多啊 五十正 与成武等众官员品茶闲聊 朕每天累死累活的 他倒过得舒坦 身时三刻 小睡 不是吃就是睡 有时三刻 好了好了 朕不想听这些 说说有什么反常的事 回陛下没有 没有 他就是最近经常去后宫送和合力 封印的中心居然在水下 不是 他 他需要干嘛 子雄短肩毛 我去报告统领 你消息救人 不是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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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我 小哥 你在这儿干吗呢 回陛下 我在找一种草 是不是啊 小哥哥 你在说 什么小哥哥 帅气的小哥哥 真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有什么帅气不帅气的 我没有说你啊 我在说 一直跟着我的那个小哥哥 没用的东西 陛下 这么大晚上 你到底来干什么呢 吴离 明明是朕在问你问题 怎么反过来你来问朕了 我 我说了 我是来给你办事的 你矿朕哪 我没有啊 我是在替天妃找一种 可以安神的草药 我 赶紧回去换衣裳吧 陛下 这衣服要不要洗干着 给你送回管阳宫去啊 大师 请受弟子一拜 大师 弟子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你 你不是我弟子 我不是你的弟子 但圣死你的弟子 你不是经常说我对你不恭敬 就是欺世灭祖吗 我可没这么说 好了好了好了 我跟你说正事 我想问你啊 就是 这封印的中心 是不是 在水里 会发蓝光 等等 你在哪里看见蓝光了 棉石桥 癌症你不用管 你就告诉我 是不是就行了 你不要再瞎猜了 太阳骨玄翠正香齿 难怪只有明月夜才能显现 如何才能破这么复杂的封印 语文大师 听不见 不得了 你哪里的 听不见 你哪里的 光了 而且她还没有阴光了 善良 我得了 你让我救了 我們去借了 拿走 我去借了 我去借了 衣服 好 就敢了 大师 我去借了 你的部下 催逼夜北民众上路 我只是告诉他们 让他们快些收拾行装 离圣旨定下的日期 只剩下四天了 故土难离 缓一些 让我去说服他们 清衡公主 是我让尚将军派人 宣明日期的 你已经说服很多天了 我看哪 根本就没有什么成效 请尚将军撤回你的兵族 让我去劝说 公主难道要抗旨吗 亲室大人 倘若七海连做不到 再指教也不迟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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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 请听我说几句 闭嘴 听公主的 各位父老 七海连也生在夜北 长在夜北 如果有其他的选择 我又怎么愿意离开夜北呢 你是大朝的公主 大朝将军的夫人 你不算夜北人 对 你已经嫁人了 你不是我们的公主 你已经嫁人了 你不是我们的公主了 你不是公主了 你是大朝的公主 不是 对 你不是公主了 我父亲是七海振宇 七海连 永远是夜北的子民 大朝军上给我的封号 似我婚姻 这些都不是我向他所要的 我没有办法让大朝的军上收回成命 但是 夜北的儿女 永远属于夜北 我七海连先嫁的 也是夜北 各位父老 我们的家 在夜北吗 在 就是我们的家 从我们济世开始 我们祖里的长辈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祖先 在战乱中失去了家园 从索河山以东迁徙而来 如今的辽阳 就是我们新年的故土 那夜北是什么 不是这一片土地 而是由你 有我 有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 只要我们还活着 才有人记住夜北 我们的祖辈确实像在鸟羊 大家快去收拾行装 我们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 片刻都不能耽误 快去吧 快去吧 李公主 好样的 老妈 我来帮你收拾 好啊 我也要帮你 对 金城粉三浅 金城粉三浅 梅海碾月卢所产 就是它 四旗净咒 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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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找到破解封印的办法了 只要配齐药粉的材料就成了 韵文 她怎么不理我了 白主事 谁啊 白主事 等一下 特来找白主事商 说吧 什么事啊 特来找白主事商议 若无药室 青天剑就休目三日过节了 过节 什么节啊 圣寿节 五日之后就是陛下的生辰 自我朝定顶以来 每年圣寿节以及其后两日 官署都例行休目 还有天启全程张灯庆祝 今年天下成平 灯火一定会更加热闹 好啊 那我们就按照惯例休目三日 好 站住 干什么去啊 哦 青天剑采买圣寿节所需 行吧 谢了 站住 刚才那个人说了什么 白大人 说为青天剑采买圣寿节所需 来 白大人 我真的不错啊 你别去看不错啊 这地方啊 你别去看不错啊 好啊 好好啊 走啊 盗太太 来看看 来看看 快走啊 好啊 掌柜的 来了 姑娘要点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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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剩下的都给我包起来 好好好 姑娘这是好眼力啊 那我这就去给你包起来啊 掌柜的 这价格咱还没聊呢 什么价钱不价钱 我想给你包起来啊 有劳有劳 好好好 有劳有劳 您的布 五十银好 您慢走 谢谢您 掌柜 刚才那姑娘都跟你说了什么 好 掌柜的 姑娘 我之前订的药材打包好了吗 打包好了 姑娘 您稍等啊 姑娘 您要听药材 简直太难找了 我找了好多地方才找到 来 有劳你了 走了 下一次再来啊 下次再来啊 掌柜 刚才那姑娘跟你说了些什么 那好啊 谢谢掌柜的 慢走 掌柜 刚才姑娘跟你说什么了 那姑娘她说了呀 刚才姑娘说什么了 她呀 包起来 这笔打伤害了呀 这笔打伤害了呀 这个白祖师 是要把整个天启城都埋下来吗 我实在是躲不动了 这女人逛起街来 太可怕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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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 请 请请请 您请 请 太能狂累啊 这楼挺风雅的 要不咱俩 也请你喝一桌 那寡诞寡诞的 我可不爱喝 咱这也跟了一整天了 肚子倒是挺饿的 要不咱去洗碗面 行 走 走 公子 宫内一点消息都没有 有些不对劲 他未曾服用解药 即使不死也该重伤 可宫里的探子都说 天妃今日并无异常 公子 那位姑娘来了 贺姐 叶姑娘 有劳了 请吧 嗯 叶子 外面有眼线 我们要小心一点 好 坐 公子 公子 这是今年的新茶 你尝尝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打探你的消息 要是 再没有你的消息 我就要进宫尝尝了 你是想知道 天妃娘娘的消息吧 天妃娘娘 前几日确实有些不妥 我才知道 原来她是羽人送给玉秋明的贺血 而且饱受月事之苦 哎 这些你知道吗 这些事情很危险 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妙 告诉我嘛 好 贺血禁卫 在受训前 他们都要发誓 效忠于家主 自愿领受月事的印记 所以她发病 你是知道的 我本来 就是警告一下她 对了 亦无忧 是你本来的名字吗 你为何这样问 因为前两日 玉秋明问起我 说 和阿蕊一起在若干风上的 那个羽人 是不是姓羽 我就想来问问 都过去了 我现在和你一样 都是流亡之人 对不起 我不该欺瞒你的 也没事 不管你姓什么叫什么 你永远是我和阿蕊 在夜北认识的那个人 我担心玉秋明 很快会查到你 你要注意安全啊 叶子 我怕留得太久 他们会怀疑我 我先走了 不妻 河姐 刚刚那位姑娘 是谁啊 啊 那位姑娘是楼内的琴師 才艺出众 拷得几位贵人赏识 resource 巧琴 哥哥慢走 出来了 慢走啊 来位小哥哥 反正你们也要跟着我 不如来帮帮忙喽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上好的胭脂 姑娘 上好的胭脂 瞧一瞧看一看 郡主可算来了 是不是有收获了 我已经打探到了 剑月楼的无忧公子 便是我们要找的人 既是如此 郡主是不是该回宁州了 若是只为了确认她是谁 犯得着我亲自跑一趟 那是那是 老先生近日又有来信 让小的催郡主回去呢 我还是要细细地查探一番 看看此人可否能用 该如何用 那还请郡主修书一方 我好给老先生一个交代 书信容易让人窥探 我便不邪了 你帮我传个话 若有机会 就来一趟天气 结盟这种大事 总不能让我出面谈吧 小子记下了 就要这个了 好 谢谢姑娘 欢迎下次再来啊 胭脂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上好的胭脂 快点儿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就她 也能把你们累成这样 闭嘞 你说 她让你们帮她 你们就都听她的呀 属性是怕她走累了 突然买个房住下来 就更麻烦了 她说她是为了圣寿节采办才出去的 她跟金女守卫是这么说的 好 不 过几天 她要是再去采办的话 你们主动帮她提着点东西 是 我一上 谁也不在买 刀子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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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些金珠够吗 一文 我看 云 一说这个你就不理我 你说这么多天 我一直都去棉石桥 每天都有新变化 今晚数月凌空 我一定能破解真实的封印 陛下 他回来了 是的 今天还挺早 买了不少吧 买了不少 他每天除了买东西 就没干点别的 前晚用心买的宁州募娟 在身上笔画了一阵 像是财新衣服 再有 就是每晚到棉石桥那边闲走 偶尔图图画画 又是棉石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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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怎么来了 啊 你在此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我在 我在 赏月呢 赏月 对 你手里拿着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 这个 是 是 你不说 朕便把它扔到盒里 不要不要不要 我说 不能扔 什么 这个很贵的 这个是猪梅蚕丝和金城猪制成的粉末 你每日 在城里头转来转去的 就为了买这些 怎么了 朕还以为你是在 你以为什么 你说 这里头装的东西 派什么用处 还不是你交代我的事啊 你看着 你看着 你这是 到底想让朕看什么呀 朕 不对啊 我没骗你啊 我那天真的看到了的 我那天 明明看到了呀 怎么了 这 是 这是什么 这难道不应该是朕问你吗 我以为是朕诗啊 朕诗 朕什么诗 还愣着干嘛 还不拿刀捧他 是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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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走了 真的走了 你不要命了 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在找真师啊 真师 这玩意儿送你东西 你也敢要吗 为了这种无期八糟的事 搭上自己的小命 你是不是傻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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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为变 日月为诗篇 苍天为变下宫殿 你时光为绝 星辰为烟 书写 用海的光线 七番轮回 城市找回根 我凭岁月的遮痕 我心有一尊 空有一人 永远不再时而闻 用繁华换你青春 用青春换你一文 功夫将偿还天地安稳 用笔勾勒出名闻 随我雕刻出缘分 随我雕刻出世人 身份 人间翻身烟火 从你指尖降落 被心中的山河 淡血似海为歌 用繁华换你青春 用青春换你一文 用青春换你一文 功夫将偿还天地安稳 用笔勾勒出名闻 随我雕刻出缘分 随我雕刻出缘分 随我雕刻出世人 身份 人间翻身烟火 从你指尖降落 从你指尖降落 被心中的山河 淡血似海为歌 平分之与你我 是长命的行程 清水 准备 発尿 信念 ufu 人 他 的 交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